洞鼎茶叶发展协会理事长交接典礼 许多贵宾也立临参与 县议员许树霞 吴瑞芳也受邀出席 许议员肯定协会对茶产业的贡献 期许协会在业理事长的带领下 持续把南投县茶叶推广至国际 早上在这里也非常感谢 我们洞茶会在我们南投县 为我们所有的这些茶楼朋友 不管说对于一个茶的一个技术的一个研习 还是说对于推广茶叶的这种带动 真的贡献非常良多 那这几年我们南投县政府 对茶叶的一个推广 不只说只有在我们台湾岛内的一个推广 甚至说希望说推展到东南亚 还是说到我们的大陆 到我们的欧美国家 所以也希望说我们借由东茶会的这股力量 让我们的这些茶可以推向国际 卖向国际 让国际的这些好朋友可以知道 台湾茶是世界第一栈 洞鼎茶叶发展协会 创立至今已有18年的时间 长期致力于地方茶产业的推广 在去年度参与南投茶叶博览会 并走进校园推广茶道 使茶文化向下扎根 我们在106年度的时候 我们除了我们一年一度 年度甚至我们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 配合那个县政府的一个 绿野宣众的主题 我们加入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元素 就是我们的爱丽丝幻境茶会 那希望以一个比较年轻活泼的方式 来吸引更多我们年轻的族群 来对我们茶饮文化 有更多的认识 以及产生一个兴趣 那在去年 我们其实也着重于我们校园的深耕 新任理事长叶清松表示 欢迎民众加入协会 注入新活力 一同带动茶产业发展与进步 南投县洞领茶发展协会 至今成立已经满18周年庆了 那希望各界能够踊跃地提供人才 来到本会这边来做培训 让协会能够注入新的活力 那未来一年也是着重在于 基础教育训练的课程 那如果有意参加官能品名 或者是说茶叶相关学习认证的爱好者 也能够一起来对我们茶会 做个报名的活动 议长何胜峰感谢洞顶茶叶发展协会 对茶产业推广的帮助 使县内的茶产业更加蓬勃发展 记者卢宇凯 入股乡采访报导